欢迎收看 创意理财近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新指标 我是黄梓东 今天是5月8号 礼拜一 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 其实你看大盘的话 今天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讯号 你可能会说 老师加权指数 哪来什么明显的讯号 涨73点算很多吗 而且你看一下 现在的上市涨加速700加 跌加速不少 472加 如果你去看上过 老师今天的跌加速 比涨加速还多 今天跌480加 但是我们回看 今天我讲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我相信这几周啦 投资人应该是印象最深刻的那一天 应该是4月25号 4月25号 一根长黑黑灌下来 因为那一天是美股的财报周 晚上公布了 哇我们的风向球 德州仪器表现得不好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两周之后 今天我们台股虽然只涨70点 但是今天这个讯号 其实上周就已经有这个迹象了 把这一根黑K全部吃回来 今天走一个怎么样 走一根红K 直接先小跳空 直接站上这一根黑K的高点 代表什么 代表着前几周 我们跟投资人分析的 来 我们分析 只要我们的台股是有主流的 美股的财报周 其实你反而不用看得这么严重 我们节目的截图时间点 是4月13号4月中 你当时可能不相信 因为当时市场上面 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利空消息 那我的测标写了两句话 第一个 我说只要你操作的族群 是伺服器或者是绿能 4月13号我们讲了 你可能会说 老师4月25号的大跌 你应该没有避开 对不对 来我们一个一个讲 只要你操作的是伺服器 或者是绿能这个族群 甚至搭配一下 因为当初4月中的时候 是融券的回补期的高峰 我说你搭配一下嘎空 你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来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讲 首先你现在 你应该听不到市场上 有分析师在那个地方讲放空了 会讲放空的 大部分都是硬拗了 4月25号你会发现市场上面很多的分析师 开始跟你讲 我们要灵活操作 多空操作 或是开始跟你讲说风险很大 你要开始偏空思考 你会发现现在全部都转多了 对不对 多空双向你看不到他那空单 都是讲多 因为当初我们提出了一个疑问 4月25号请问那一天空单大获全胜 当初我提出的问号是4月21号到4月26号是融券的强制回补期的高峰 从4月21号开始停卷嘛 停到一个礼拜停到4月26号 到4月26号我有197家上市贵公司才刚刚过了停卷日 所以4月25号你手上是不可能有这些股票的空单 你跟我讲说4月25号放空大赚 我请投资人先稍微质疑一下这件事情 那你说好啊 过了之后4月26号是不是慢慢开始 你可以开始加空了 来 这一段如果你去放空 请问你有赚钱的 麻烦先稍微举个手 相反的来 我跟你讲我们的族群 只要是伺服器或者是绿能 你记不记得当初4月26号 4月25号一根大黑K嘛 4月26号我在节目上面讲 我说硬体的部分 德州仪器告诉你说要清库存 所以硬体的部分 你要先稍微观望一下 但是软体的部分 因为它们并没有清库存的压力 来 4月26号全市场持续跟你抓出强势股的 应该你早半天应该就只有我了嘛 对不对 4月26号我跟你讲来 我就送你一档股票 谁说没有多方的股票 来导播这个地方麻烦稍微放大一点 我是不是给你6148的滑红支 4月25号大碟4月26号我告诉你这个地方 你应该买进滑红支 来 后面的滑红支怎么走 来6148的滑红支 4月26号 来后面4月27号是不是一根涨停板 给他一个乖宝包张 如我们预期的这样子走 来 4月28号再一根涨停板 我说后面我们就不画了 20%以上的获利 后面你是可以翘着二郎腿 等着盘势转弱的时候 你顺便顺势做一个获利了结 时间点 关键时间点 4月26号 两个礼拜 基本上你是不相信的吗 后面我是不是再给你一档 因为后面滑红支 4月27号 就直接飙涨停了 所以我说来 我们紧急送投资人 再送你一档股票 4月27号 那你就要找还没有创高的吗 这一档股票 6112的麦达特 我们翘着二郎腿获利了结 当然了 有一些投资人 你胆子更大 心脏更大科 如果你抱到今天 我们也恭喜你 你今天再一根涨停板 那你可能会说 老师 到底这几个礼拜 相关的概念股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再把时间点 稍微回推一下 你还记不记得 4月初的时候 市场上面很多人 可能会跟你讲 伺服器 AI相关概念股 不好意思 可能死掉了 为什么 拜登出来讲话了 拜登讲了 当然是因为 因番中的一些问题 来 导播这个地方 我们放大一点 4月初的时候 拜登去访问科技顾问委员会 他讲了几句话说 我们不确定人工智慧 是否会带来危险 那拜登讲这句话 不是不发展AI 不是跟你讲 AI有危险吗 相关的概念股 全面走跌 相反的 市场上面 只有我跟你讲 我说 人家拜登不是这么讲 他是说 你要发展AI 很好啊 给你一个赞 但是你在发展AI之前 就像我们一般民众 在使用Chair的GBT之前 你是不是也有所担忧 你的个资 会不会有泄漏的风险 因为我们用Chair的GBT 我们是上去问他问题 他抓准你的习性 会不会有一些资安的问题 相反的 来 从今年我就一直跟你讲 不光是台湾或者是北美 其实资安市场上面 是非常大的 光美国就488亿美元 但是有一些投资人 可能见到黑影就开枪 人工智慧好危险 我反而是跟你讲 我说人家拜登不是这么讲话 他也希望发展AI 但是他有一个条件 希望你在发展AI之前 你把资安软体的这个部分 麻烦弄好 来 这个周末5月5号 拜登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先不管他这一次 还会不会当选 我们先说因应AI风险 拜登亲自去拜会微软 亲自去拜会Google 拜登亲自去见微软 亲自去见Google的执行长 不是跟他们说 麻烦你不要发展AI 他是说 我来看一下 你们的资安这个部分 做得好不好 所以这一段期间 不只是美股了 台股 资安相关概念股 是市场上面的主流股 那回推嘛 只要市场上面有主流 大盘低点的时候 你应该是站在买方 尤其是从明天开始 今天我们录节目 我们是live的 今天5月8号 明天5月9号 到5月11号 这个其实说真的 不是给我们一般民众去参观的 因为时间点是在平日 是给法人去参观的 我们台湾在南港展览馆 有一个资安大会 我们不鼓励翘班 你有兴趣的 你对相关族群有兴趣 你认为它是很大的商机 你也可以去参观一下 台湾的资安大会 为什么敲这个时间点 一环扣着一环 为什么选这个时间点 投资人现在清楚了 所以这一段期间 我们就不一档一档的放 资安软体相关概念股 宏基家族的华洪资 麦达特一档一档 全部都喷出 那我们顺着这个顺序 一步一步往下走 既然我们把资安的 这个部分做好 那资料中心AI的部分 是不是就可以 如我们的预期来发展 那我有讲过 我说其实我们台湾 是伺服器的硬体大国 但是你要知道 这几年发生的什么大变化 我有跟投资人讲 我说未来我们再盖资料中心 第一个 以后可能你比较少见 比如说塔式的伺服器 或者是机架式的伺服器 成长幅度最高的是 三种伺服器里面的 刀锋式伺服器 第一个资料中心 会不会如我们预期的 这样子盖 会 因为资安的部分 我们慢慢再搞定了 如果这些公司资安做得很烂 今天股价不会一档一档的 如我们的预期喷出 那你就可以再推下一步 再推下一个主流族群 好来 你先去估一下 未来三年的伺服器成长 是不是都是呈现倍数翻 这个我们有讲过 那我有讲过 好我说成长幅度最大的 既然在刀锋伺服器这个部分 两个东西要做好 第一个机壳 第二个散热 因为你要在更小的空间 塞入更多的GPU 前段期间 我是不是开个玩笑想 我说你是不是很希望 你的股票 线图都长这个样子 希望嘛 但是我说 这一张线图 它不是股价 它是伺服器 GPU的热功耗 你稍微比一下 CPU跟GPU 因为我们有讲 我说只要是进入到 AI的时代 你在你的机壳里面 你塞的一定是GPU 而不会是CPU 那GPU的热功耗 是CPU的三倍 你看到这个曲线 你能不能回推到股价 只要是做散热的 未来的商机 就好像这张线图 这张图是指 GPU的热功耗 专业的部分 我说交给我们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跟紧我们的讯息 买进主动式散热 2421的见准 那见准这一档股票 我说算是我们的老朋友 今天麻烦你帮我们加一下 上个礼拜五 5月5号 总绩效35% 老师今天5月8号 礼拜一耶 今天大盘个股的话 是涨跌互见 来看一下 2421 今天再涨7% 尾盘还狂拉 那这一档股票 我说其实我们不喜欢 花时间在那个地方 跟你秀 来来来来 我跟你证明 我们什么时候有买进 我们的老朋友了 我不喜欢花时间 证明这件事情 信者恒信嘛 甚至到上个礼拜 来我说 总绩效35% 来 上个礼拜五 5月5号 给我们会员的讯息 早上9点08分 见准嘛 上个礼拜五 掌庭锁死 我说会不会打开的任务 交给谁 如果你是家庭族妇 你就安心带你的小孩 你是上班族 安心开你的会 这个部分交给我们来做 来 上个礼拜五 恭喜见准 供涨停锁死 会不会打开 交给我们 另外我们有敲进 另外一档资安股 6245的立端 上个礼拜五也是大涨 今天也是小涨 目前为止的主流 在散热和资讯股 因为它是一体的 你要一起看 所以5月5号 我们跟投资人讲 我说见准这张股票 我们没有要出 不会因为一个6日 我们看好的是 产业的趋势 不会因为一个6日 突然多方格局的产业 突然变成空方 不会 反而是所有的消息 都开始证明我们讲的 原来拜登不是不看好AI 而是他要做的是 资安的部分 所以5月4号 2421见准这档股票 先攻6.66% 你有兴趣的可以去看我们5月4号的节目 甚至我们跟你讲一个牛仔帽形态 什么叫牛仔帽形态 上个礼拜我们有讲过 不多谈 它是可以续报的形态 我们用TIG图来跟你做围观的分析 因为一开始我们跟你讲到产业是一个宏观的思考 也要跟你讲到围观的实物操作 5月4号 6.66% 5月5号 一根掌听板 开盘就绝胜负 有没有卖 不要卖 因为我们认为他没有走完 到今天5月8号过了一个6日 你们听完我分析产业应该是很有信心 知道为什么 即使是6日 我们持股 不用怕 5月8号经过了三个交易日 加总23% 如果投资人有兴趣的话 你要把我们之前的这一段绩效 也全部加上去我们的老朋友请便 但是前段期间 如果我还在跟你讲三月 我们怎么买怎么卖 你可能会说老师你在讲股 你又不喜欢听 我们就讲现在进行式的这一段 到今天5月8号 你持有一档股票 三个交易日 站在多方 根本没有空余的资金去什么 什么多空双向操作 那都是市场上的分析师 他根本看不懂多空 才会跟你讲多空双向 我们讲白是这个样子 我们光找这些好股票 站在多方操作 正规军操作 我们的资金就已经做不完了 还剥一部分资金空方操作 实物上根本不用这样子做 所以今天5月8号 三个交易日 就这一段 我们讲的是现在进行式的这一段 三个交易日23% 我认为还不错 需要去挑什么空方的股票吗 其实不用了 这样的报酬率 我认为其实还不错 所以今天2421见准这一档股票 先帮他盖上一张 我们的乖宝包张 也是这段期间 算是我们的代表作之一 之一而已 我们的节目还没完 来我们继续看下去 2421的见准 今天表现得还不错 给他乖宝包张 那你刚刚看讯息 来 老师你刚刚还放了另外一档股票 6245的利端 因为我们买股票 我说我们吃 不是吃鱼头 也不是吃鱼尾 大家应该是到餐桌上面 应该都是吃鱼身吧 对不对 来 我就带你抓鱼身 今天2421的见准 这一段是鱼身 没有问题 6245的利端 5月3号的时候 我们在第一档切入 第一个啦 他切入几个重要的族群 除了他是资安设备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把他当成 工业电脑的龙头骨 也算 但是这几年 他慢慢开始切入资安的设备 同时切入欧洲的充电桩 等一下节目的下半段 我们会来跟你谈这件事情 5月3号买 5月4号没动 来 甚至我说 我们真的很不喜欢花时间证明这件事情 6245的利端 我们买在105块 后来6245的利端 我是不是跟你讲 5月5号 一张啦 因为我们是买在 5月3号的尾盘 5月4号它没动 5月5号一张一天 你就赚1万块 我们买105嘛 5月5号115嘛 来今天稍微再帮我们把获利加上去 这一档股票6245 今天可惜啊 小涨而已 117 所以上个礼拜五我们没有卖 对不对 也对 既然我们看好资安这一个产业 把资安部分做好了 伺服器自然会架起来 资料中心自然会盖起来 这件事情 请投资人稍微理解一下 目前为止产业的位阶 而我们也不是讲美国 我们来讲台湾 未来三年到五年 其实台湾也正在做这件事情 第一个 这是政府目前为止下达的命令 请你把资安的这个部分做好 甚至我们现在台湾未来要做的是 硬体跟软体部分的垂直整合 我们做产业 就是跟着政府的方向走 不要自己在那边好像装会说 政府看多 我偏偏要看空 来我们跟你讲的这些股票 全部都从来 4月25号之后开始一个大反转 当然我们是挑更强势的股票 所以你会看到 大盘只是过4月25号的高点 但是我们的股票 早就已经全部喷出去了 那我们讲到资安 来回过头来讲 我们今天会跟你讲到立端 是因为它还有切入 充电桩的相关概念股 讲到绿能相关概念股了 来那我们节目的上半段 我们先跟投资人 清楚的交代一件事情 第一个 我们买股票不要追高 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些股票 你看到见准40%了 请你不要再追 你应该做的事情是跟紧我们的下一步 来 好来 节目的上半段 我们先讲这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它的本益比更低 只有11倍 我们买股票当然是买修正过的 那这一档股票背后代表的产业 同时代表伺服器跟绿能 这两个族群 好好把握这一档股票 还没有冲出去之前 你是有价差可以赚的 那刚刚节目的上半段 我们交代的是伺服器 AI相关概念股 节目的下半段回来 我们来讲绿能 我们先进广告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限车道让多限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知道让干道 安全最有道 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刚刚我们上半段 讲到这个礼拜 拜登去会见了一些资料中心的执行长 那资料这些资料中心的执行长 其实也有话讲 第一个 我说其实资料中心有一个大缺点 它是吃电大怪兽 原因也在于散热了 那这段期间 我有跟投资人讲 我说这些操作 其实都是一环扣着一环 要不要发展AI 要嘛 所以资料中心要不要盖 要嘛 它变成吃电大怪兽 目前为止据统计 现在全球的用电量 资料中心的用电量 占全世界的1% 也就是说 我们地球上面的用电量 1%是供应给资料中心 但是以后会继续盖 成长幅度是向上的 未来的用电量会占到8% 你要不要把智慧电网的 这一个部分给做好 我相信是这些执行长 他们也希望发展的事情 也是他们担心的事情 今天5月8号 来 我在我的社群平台 写了一篇文章 来 我们先来追踪一档股票 去年底我们就开始操作的 6806的深微能源 讲到绿能相关概念股 我们讲到绿能相关概念股 我们已经跟你推估了 从去年的年底 2022年 这是2022年 12月12号的线图 当时这一档股票的价格 还在70块 那我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讲到大毛虫 什么意思 来 如果今天一档股票 区间整理 你看到很多的上影线 其实是用来洗散户的 你反而要逆向思考 然后你去研究一下 推估它后面的财报 会不会有一些标案路障 如果几个面向 你都分析完了 70块 6806到今天 今天它创高 前波的高点 不好意思 现在已经没有70块了 前波的高点是112块 不好意思 122块 今天创高123.5 当然创高的股票 你不要去追 我们给另外一档股票 今天也乖宝包张 同样的产业 同样的现行 来 1519的华城 今天是不是亮灯涨停 为什么 来 1519的华城 是不是前一段期间 洗你 骗你 跟你讲说市场上面 有很多的利空 好多的上影线 你一卖 它今天给你创高 相反的 我们是不是掌握产业 掌握起涨点 今天5月8号 相关的概念股 华城 我们再给它一个 我们的乖宝包张 我们的代表作 涨高了 我们就不追 请你跟着下一档 伺服器绿能相关概念股 我们节目就到这个地方 投资人操作顺利 我们下集见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嘿嘿 喝酒开车哦 我不是绿彩 我看起来很笨吗 明明就是啤酒 还有啤酒味 吹 是啤酒还是绿茶 请你来见的 绿耳绿茶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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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你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 我的神水好习惯事 会把洗澡前的冷水 冲洗水